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L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讲石燕子戏剧人生 今天主要是讲石燕子的演出列表 1951年,石燕子有关东飞合大战方世辱,拿渣争夺,聚宝盘 飞刀李逢骄,方世辱千里送艳良,大刀黄五辱血千仇己 俊仔辱三打下山虎,雷电追封剑 方世辱远征巨凌峰,百战神功,坤伦三剑合,珠海三虹 无敌连环标,方世辱打木三打木人行 少林五大奇合,红衣女合,方世辱静传,多情万丽君,花木兰,红合和雌雄相合 然后,1952年,就有万花感受,恩情似深似海,大破黑风寨,一曲奉求旺,生包公夜审奸国坏,天赐黄金,琵琶绿俠,新海角洪流,方世辱, 欲博红红欺观,怪免虎大闹呼劳动,绿林红粉 然后,1953年,石燕子又有胡桃烟枝粉客,旋弓情侣,群雄威震龙凤山,血战龙凤山,珠八戒朝亲, 遥山夺燕妾,1954年,娱乐声平,八八万岁,1955年,就有万国以淫为首,方世辱与胡为拳,凌花梦,百变梅花盒, 铝合余金凤,接着1956年,九九大血案,左松转,血战断云谷, 铝洞斌三气白卯丹,西游记,方世辱救红欺观, 接着1957年,演出有梅花飞天飞剑盒,方世辱三打拳龙王, 接着1958年,方世辱三打拳龙王,一把团中剑,方世辱路打拳龙王, 方世辱血战乾坤罩,接着1959年,就是女鬼嫁状元, 杨八妹取金刀,四郎探母,女鬼嫁状元的下集, 從 rideshiri nàooka,威仔王掛碎平西, 接着1960年的,十三阉大闹能人節夜叨流人棓, 十三會金殿賣人頭 書劍恩仇錄的大機局 然後是1961年 有迪青 野龍露碎金蛇塔 金蘭花的上集 然後是1962年 有春滿帝皇家 岳飛出世 金牌計 石鬼仔出世 灰青五虎平西 讀錯了 應該是滴青五虎平西 血洗愛河橋 雌雄雙劍俠 風火恩仇十六年 劍神傳的上集 武當七俠 武潘安 英俄殺嫂 八表洪峰 然後是1966年 觀音德道 香花山大賀首 然後是1968年 就是李后主 1981年 兩小無知 1982年的小生帕帕 1982年的南興南帝 1984年的第八站 1984年的伊人再見 1986年的英雄本色 以及1987年的開心快活人 此外 石燕子在1984年至1985年之間 亦與香港電台演出電視劇集 左倫又理 他擔當一個小食店的老闆 演活了一個低下階層 一個小人物的角色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石燕子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 亦都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多多留言 點讚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 我們這個阿N與阿嬤頻道 好 我們下條片繼續和大家分享 另一個粵劇零零的戲劇人生 多謝各位收看 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